那因為西風之龍的配置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這個叫Touch配 Touch配一般會在筆記本的 像一般鍵盤會在這邊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用的時候 其實手掌的肉傷掌會去影響到這個 就是我們打字會誤觸 會誤觸 所以我們把鍵盤拉下來 一方面是這個散熱空間比較好 然後Touch配放在旁邊 這樣子我們在打的時候就不會再誤觸到了 那這個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切換 這邊有一個小按鍵 按一下你就會看到數字區就出來了 那我們在打字的時候 我們這個按數字 打公式就非常方便 那你如果不要 因為正常來說我們Gaming的筆記本 就Gaming的玩家他們是會用滑鼠的 所以就這樣子用 那如果說你今天外出比較方便 按一下就切換它就可以當Touch配 就一驅二用這樣子 對對對 就不會說多浪費一個 不會浪費就超好用 對 好